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83年12月分到故宫来的 在宏庭祖负责鲁布遗仗这一块的研究 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做这个铜炉的研究 那么青红旧藏铜炉大概有300多件 基本上都是大明宣德年制款 还有一部分是宣德年制 还有宣德款 甚至还有一个字 宣 宣字款 还有一些就是有明确年款 比如说大明佳境年制 大明崇祯年制 这都是官造器 就是从来没出过故宫的 这肯定是标准器 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器 就给它拍好了 把那些非皇帝款的 那些用传统的鉴定方法 对后入座 就是眼看手摸 进行了一部分以后 感觉很难进行下去 所以我们就想找更可靠的方法 我们就联系到北京大学院 他们有这个无损检测 我们就想从内部的这个金属成分 还有它所含的这个比例 拿其他的一些大明宣德皇帝款的这些数据 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用这个方法 大批的通路都已经对它入座了 还有那么几件 它的数据 是和其他所有的时代都对不上的 而且它的器型风格 和那些器物都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他们这几件 自己风格是统一的 我就怀疑 那这几件东西 会不会就是宣传本常的呢 但是没有证据 我还需要找到流传过程 更简单 更直接的通路 或者是通气 当然是宣德时期的 跟他们做比较 能检测就更好了 我们就有12本清海省博物馆 到那儿跟他们说明我们的来意 他们就在电脑里搜 搜搜搜 说你看这儿有一对铜法 然后再找呢 还有一件铜屏 这么高的铜屏 也是宣德年的 我当时一看这铜屏呢 浑身都是溜筋的 满溜筋的铜屏 它的那个耳的部位 还肚子部位呢 就凸起的部位 筋都磨脱掉了 老摸嘛 露出了里面的铜的颜色发红 当时我挺失望 这个是红铜啊 但是到这一检测 完全掉过来了 这个拔呢 就是这个脖啊 它是个青铜的 铜屏呢 看得像红铜 实际上是黄铜 它只不过那个 新的含量啊 不像现代的黄铜那么高 我们现在 恰恰就通过我们的推理 我们的排队对比 我们的检测 还有我们 加上我们传统的这个 鉴定方法 能认定这几件东西 就是选择更长的 这个炉子有了意思的地方啊 当时工匠想铸造的时候呢 把腿的方向搞错了 有没有闻着地方 它没有它背面 后来等发现了以后 又赶紧重新改腿了 所以里面留下了三个圆栋 这个圆栋就当时 设计错了了腿的那个位置 现在我最新又披露了 还有一个金属 叫T 它对断定时代 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比如说宣德本巢器 一律不含这个T这个元素 那么在明晚期的时候 T这个元素 一下就全出现了 非常整齐的出现了 无论是这个故宫收藏的 这个清宫就藏的 固子号的这个铜器 还是后进入故宫的 这个新字号的铜器 只要是明晚期的 都含T这个长篇 很规律的能找出来的 就是宣德时期没有 明晚期有 清代的就时有时无 这是T对鉴定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作用 如果说各方面 都符合宣德本巢的 它同时又不含T 那这更能说明 它更是宣德本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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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